市面上的组屋种类和其多 除了有预购组屋和转售组屋 如今还多了个黄金屋 政府上个月宣布了黄金地段组屋模式 让一般国人也能负担得起优质地段的新组屋 申购者必须是新加坡公民 住户必须是由夫妻或多代家庭组成 单身人士无法购买 是家庭的大小 这类组屋也设有14000元或21000元的月入底线 买家也不能拥有私人房产 并在过去30个月内没有脱售这类资产 拥屋条件方面 屋主可以出租多余房间 但不能出租整个单位 这类组屋需住满10年的最低居住年限 才能转售 比一般租屋多5年 如果是没有目前的一些模式的规则的话 可能有一些人急着去买这些黄金地带的租屋 就把买组屋当做像买彩票一样 比如说买了5年过后 如果他们只在转售市场上卖 他们就能够得到很高的利润 有另外一个限制就是 不管是第一次申请者或者是转售组屋 他们都会有收入顶限 这样就能够保持着黄金地带的组屋的价格 不会生长得太快 黄金地段组屋模式 又会对现有的租屋市场带来什么影响 这个黄金地段的模式 就是非常的优越的这个地段 有些潜在买家 如果你是新婚夫妇 我刚刚出来社会工作 可能会觉得如果是100万 其他的甚至三房四房 也跟着水里长穿高 我可能也是负担不起 这样我有什么选择呢 现在政府有一个新的选择 而且未来还有更多的这些类似的选择 在黄金地段的选择 现有的这些单位会有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我是觉得是可能会有一个 稳住这个市场的 建屋局将在这个月 推出位于五槽的黄金地段预购组屋 新加坡房地产联合交易网 根据附近的转售价格 和近期的预购组屋价格估计 这里的三房市单位售价 将介于40万元到50万元 四房市单位估计会介于 60万元到75万元 不过一些公众对于这个项目 有所保留 我本身是没有这个打算 因为可能年纪有了 你在prime location 现在听说 不容十年后才能卖 那时已经太老了 不会啦 因为它的贷值是蛮多的 所以要等蛮久才可以卖掉 也是不靠近我家庭啦 在这十年内可能有一些人 他们的孩子要进小学了 他们可能必须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而有一些人可能是他们的 因为他们的父母 或者其他的家庭的条件 使到他们必须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而就可能他们就要向政府申请说 能不能够再少过十年的时间 申请说可不可以把房子卖掉 而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黄国梁屡次申请预购组屋都落空 这个黄金地段组屋 却让他再次燃起希望 他打算申购那里的四访式单位 我只是想要找这件 不只给我家人一个稳定的住所 然后就将来生育女之类的 这个PTO的其他条件 对我来讲都没有大的影响 因为我是打算住长期 我也没有打算转售 而且住了十年之后 我就已经四十多五十岁 你还打算我要转售买什么物资呢 我也是有这个期待 他放了这么多限制 就希望那些想要发一笔的那些 不要来跟我争 吴曹预购组项目 坐落在惹兰雾沙和魏德路交界处 一共有960个三房和四房式组单位 供申购 这里交通便利 惹兰雾沙地铁站 吴曹地铁站和五级市地铁站 尽在支持 史丹福小学 南洋艺术学院 新加坡艺术学院 和新加坡管理大学 都在一两公里的范围内 附近的购物商场选择也众多 走几步路就到白溪熟市中心 莱佛市医院也在不远处 黄金地段族的数量有限 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想住靠近市中心 尽管如此 经济师说 这个模式是打造多元化社会的重要一步 如果我们任由这个市场去发展的话 自由市场的话 黄金地段会什么呢 会变成一个什么呢 只有有钱人才可以住得起的 重要的就是 在这个新加坡这个社会呢 就是我们不要发生一种情况呢 就是一些地区 只有某些收入的人住 而且这个地区全部都是这种收入的 比如说高收入 甚至是低收入 就有一种分化的一个现象 无槽预购族项目 也将融入40个二房市租赁单位 建务局之前 也在马西岭和五级八都的 预购族项目中纳入租赁单位 学者说 正能提倡社会包容性 但邻居之间的互动更重要 他们在他们的邻里 是否有机会碰面 有机会互动 有机会享用同样的设施 还是同样的这个机会 那就比方说 住在租赁主屋的小孩子们 他们是否能够与 住在出售主屋的小孩子们 上同一所小学 就是他们的那个社区 不只是限于他们所住的地方 而是更广 包含他们在邻里里面的那个互动 安家方能力业 政府为人民提供优质安稳的住所 而邻里间不论黄金与否 还得靠我们共同打造温馨的家园 前线追踪 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 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您也可以到八世界网站 重温节目和观看精彩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